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今天行情里面 你有没有感觉到 有没有感受到 有一只手把它撑住 到最后盘就把它推上去了 我相信一般的投资人 绝对不会在最后一盘 国际不会勾到 没人有那么厉害 没有人会那么厉害 最后盘还去买股票 尤其接下来要放两天 礼拜六礼拜天 那谁在买 一定是外资嘛 所以外资的护盘动作其实是很明显的 其实是很明显的 好 今天晚上台北厂的讲座 一开始先跟大家报告 今天他们七点台北上的演讲 一定要来听 因为我跟大家讲 一定占的标股 一定占的标股 我很少用这样的语气 来形容一只股票 所以我既然会这样讲 代表它一定占 有些资料你们看不到 你们也没去注意到 如果你的一些资料你看到了 你就知道 啊 这支股票一定会标 为什么2371的大同会标成这个样子 你们可能会认为说 大同宝宝这几年营养不良 业绩很烂 没有错 大同宝宝最近很瘦 营养不良 可是他那份资料数据 支撑了他狂标的机会 只是你没看到而已 2409的尤达 你看尤达两个月标成这个样子 什么管音 有些人会讲 啊 因为面板的价格涨 可是尤达前三季水溢两平 还小赔一点点 那样的获利并不无法支持股价有这样的表现 尤达真正掌握的原因 也是跟大同一样相同的资料 相同的东西 只是你们没看到而已 斐城 两个月时间标了两倍 对五户标到十八户 正原因 斐城的资料跟尤达大同是一样 斐城的资料跟尤达跟大同是一样 标了两倍 你没看到那份数据而已 2328的广宇也是标了两倍 从十二块标到三十二块 为什么 很多那种 啊 因为鸿海集团的股票啊 因为夏普的关系啊 鸿海集团股票很多 为什么唯独他这样标 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一模一样的资料跟数据 你没看到而已 分析有很多的方法 很多人都用技术分析的角度 可是还有其他的东西是你们看不到的 有些公司内部的资料 你只要一看到 你就知道这支一定标 今天晚上七点台北厂的讲座 我把这份资料拿给你看 看了之后你就知道 啊 一定会去 很多人行情错过了 十月份很多人不敢买 你来听 听完之后 这几支枸票你就敢买了 我用相同的方法 相同的资料 找三档而已 只有三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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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确实啊 那个资料 能够符合条件具备的不多 我找三档 有一档 怕你已经去五趴了 头一天而已 第一天而已 大家要报名 今天晚上七点台北厂的讲座 我来教你这个方法 学会你终身受用 你懒得找 你对我买这三档就好 你跟我买这三档一定占的股票 报名专线 02 23219933 02 23219933 礼拜一十月份就过去了 你看十月份台北股市 在大家担心害怕之余 从9074涨到9399 多少 32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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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光是这个期间 我们做的股票也是节目里面跟大家报告的股票 九位 九位 四十八% 绿月 不要看以前就光是这两礼拜 22% 8016 细创 这样也有十八% 这样也有十八% 这比较少 这个比较少 昨天创新高 昨天创新高 今天打下来 今天打下来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今天信和打下来的原因是因为 昨天苹果出了 发表的新款的 新款的notebook iMac 因为定价 这比较少 后面第三季的获利报告一出来之后 一样还是会再供回去 一样还是在供回去 所以重点你十月份你有没有赚到钱 五四六九 这比较少 五十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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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光是后面这两个礼拜 汉与伯德从十一块掉到十五块 就四十八了 光是后面这两个礼拜就四十八了 汉与伯德我已经说两个了 我讲了两个月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 有 恭喜你 你随时买随便买 到今天都赚钱 你有的报道 有的报道哦 十八块来不 二十七块来不 如果二十七块真的来的话 我的会员就赚班了哦 我的会员就赚班了哦 你有的人报道哦 中股票只怕不押回 押回都是买 下个礼拜就开始进入十一月了 开始进入十一月之后 你知道哦 时间过一天 一天一天过 过一天就少一天 过一个月就少一个月 我在说什么 我在说什么你知道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台北股市 每年十月以后 十月到二月都会有波千点的行情 我不是在哄你啦 我是在说真的 你去把前面二十年三十年的资料 找出来看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每年十月到二月 最少都有一千两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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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三百多点哦 最多还要涨到四千点了 所以行情来的时候 既然是十到二月份 那这个过一个月就少一个月 过一天就少一天 你要积极啊 你不要等到行情走完了 所以十月份错过的 十一月份你就不要再交白券了 十一月份就不要再交白券了 财报陆陆续续的发布 很多股票一档一档开始在动 下礼拜开始 财报发布的动作速度会更快 因为目前我看发表 发布出来都还不到一百家 总共一千六百家 剩下最后两礼拜全部都要出来 所以那速度会很快 里面会有很多的强势股 你脚稍微快 你看昨天晚上 礼拜四晚上美国是小跌 欧洲是小涨 英国涨比较多 这让大家比较压抑的地方 英国昨天是涨的 这是创历史新高 英国不是要脱欧 大家都担心他离开欧洲之后 变成孤儿会很差 没想到股市竟然创历史新高 昨天英国发布第三季的GDP 竟然还成长0.5% 比其他欧洲国家好 让大家觉得很意外 所以昨天英国股市比较强 那其实重点还是都在个股 你看昨天美国道琼 29点 行情都跟我预告的一样 都还是在商行里面 我从9月9号讲到现在 没有错吧 我在9月9号我就预告进商行了 当时整个图形一根大跌 很多人认为完蛋了 我却跟大家讲进入商行 这个就是预知能力 这是事前的预知能力 昨天美国股市 苹果跌0.96% 不多 全世界最大硬碟厂WD 涨了5.4% 也是财报数据的关系 高通 昨天财报发布之后 也涨了5.4% 这也是跟有传出 他去订另外一家半导地厂 这个对于联发科 可能会比较不利一点 前十大药厂的壁之火 昨天涨了5.4% 这也是财报 所以很显然的 全球股市都一样 都是财报行情 你看我现在出一种 购的高票 第三季的财报 都是创新高的 汉与博德 1262 绿越 绿越第三季的获利 也会创历史新高 你看我从106做到现在 我还在做 我这里106 158 卖一次 押回再买 135再买 跟他参加除权 下来146 最低146买147 又上来 创新高177 今天又去一块 我还没走 我手中股票还抱着 这个第三季的获利 也会创历史新高 2929的淘地 第三季也会创新高 我们110买得到现在 我买不到 来到172 我160 卖了一次 押回来 152 153 又要脚头回来 这个淘地 我还在继续做 华部委购物品我们买的股票 都是第三季营收创新高 就在等这一份第三季财报数据出来的升温 股价的推动 包含8016 8016公司制节 昨天公司制节 前三季的财报7块3 很好 本来 8月新高 9月新高 前三季 也是新高 这个表达预估可以创新高的 因为财报数据等到你 发布的时候 你会觉得 千金难买早知道 等到发布行情公了 你才恍然大悟 你只能追高而已 那个至少还叫后知后觉 还有不知不觉的 行情的必要还不知道 其实你可以事先的掌握 因为七八九三个月 营收发布出来之后 大致上哪些公司会创新高 已经都知道了 就差最后的毛利率差别而已 那个影响变化就不大 所以细创目前在等什么 等最后的正式财报 在等最后的正式财报 包含4999的新河 也在等正式的财报 这个应该 因为这个八月九月 都创历史新高 前三季第三季也是历史新高 所以我估计 第三季发布出来 应该有两块钱 如果有两块的话 那今年全年六块多 还是再喷出去 也是会再喷出去 那这些股票 已经都涨多了 这些股票已经都涨多了 你不追无所谓 今天晚上 今天今天这三支股票 一定占的股票 一定占的标股 我把原因告诉你 我把原因告诉你 为什么大同会标的原因 为什么友达会标的原因 为什么匪城会标的原因 这个都是一样的 包含2328广宇会标的原因 我把它找出来给你看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一样画葫芦 我们用相同的情况 挑出来三档 一模一样的股票 所以我一定占的标股 就是这个原因 给你头一支 已经去无法 头一天而已 头一天而已 所以接下来 你学了之后 你懒得找 那就跟我买了三支 就没有错 报名专线 02-2321-9933 02-2321-9933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